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文青们可能会想要去傅景街或青田街 如果是老饕们可能会相约永康街吧我猜 那今天呢来到这里的是台北算是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请到的是剥皮寮历史街区的总监 叶毅清总监来到我们现场咯 欢迎总监 主持好大家好 对我是剥皮寮历史街区的总监毅清 好其实我刚刚自己呢跟小编们稍微聊了一下 大家对剥皮寮会觉得哦我有听过 那也包括我们的团友们看了我们的预告贴文之后 就哦有知道这个地方 但好像没有去过 大家都会把它跟大道成给搞混 它到底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剥皮寮历史街区要位于蜂嘎 也就是万华区 所以如果你要来剥皮寮最方便的方式 当然就是搭捷运 直接坐到龙三四站 然后出站 不管你走一号出口三号出口 其实走出来大概不用五分钟 你就会先经过整个繁华的万华 比如说你会先看到龙三四啊 看到整个的街区 然后再走到剥皮寮 所以是非常遍地抵达的一个地方 诶导播我们有地图哦 帮我们放一下第一张 就是地图照 我怕大家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那个地理位置上 好 那既然是万华 就是台北市开发最早地区嘛 那剥皮寮有多长历史了 其实剥皮寮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历史大概将近三百 也就是说它从清代开始就存在 那现在可见的地气的资料就是 应该是1799 那我们就号称1800好了 所以大概将近三百年 因为你有地气 可是当它存在绝对会早于 现在所看到的文献 所以绝对是更早 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街区里头 对 好 那剥皮寮这个名字呢 其实大家听到剥皮寮就会说 哇 到底要干什么 要剥什么皮 对 请网友来猜猜 到底我们要剥什么皮呢 对 然后其实你会马上 因为想要剥皮 那个是这个动作 那其实有人会说 那是不是剥瘦皮 因为你可能以为是 这以前要打猎 对 所以打猎后也要剥瘦皮 也有人会说 那因为这里以前清代 有一些料馆 他们有做树木 就是木材的生意 对 运动树木木材 要剥树皮 对 但是事实上经过文史专家的考证 它应该是一个音译 就是发音的问题 因为它以前叫做北皮寮街 是 北皮寮就是东西南北的寶 好 北皮寮 所以其实原来是北皮寮街 那更早也有一个叫做福地寮街 福地寮 福地寮指的也是剥皮寮吗 福地寮 所以你看北跟福都是短音 所以其实应该是在我们在 就是口语的时候的这种音的转换音译 所以其实你就想在日本的时候 它叫北皮 北皮寮街 然后现在其实就是剥皮寮 所以应该是在战后的时候 这个剥皮寮被使用成现在我们看到的 但是音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概念 OK 因为看到很多介绍呢 如果你要提到剥皮寮历史界区 大家一定会提到 哇 它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时代 比方像清代日治 然后到现在 所以刚刚这个我们的总监有提到 哇 三百年的历史了 那现在被登陆为历史建筑 我们被登陆为历史建筑的条件呢 是因为它的年份吗 还是因为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色 其实台湾在应该是1982年以后 有了文姿法 那文姿法它其实有分层 比如说有国家的古迹 然后再来中间的就是各县市政府的 限定古迹或市定古迹 那古迹之外的再下一层就是历史建筑 那它被指定有可能会因为很多的原因 有时候它可能是建筑本身有特色 然后可能是在历史上 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还有很多时候 它可能是名人故居 某些有名的人住过 比如说林雨棠或是谁 它也是一个故居 所以它会因为不同的角色 然后被指定 那剥辟了历史界区被指定的原因 当然就是第一 它是现在台北市很少见的这样整个被保存的一个街区的聚落 而且它有清代日治到战后 横跨200多年快300年的这种混搭式的在一起 它其实我们都开玩笑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米克斯的街道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时期统治下 或者是不同时期的建筑的发展的样子 现在还是看得到的 是 你可以看得到它有清代的建筑的形式 你也可以看到有日治时期 往广州街它有那种牌楼错 就是外面其实有洗池子 有这种很像迪化街这样的牌楼 那你也可以看到战后加盖的水泥建筑 所以它这种混搭式的 其实在台北市也是比较少见 然后加上它也在见证了整个万华聚落形成的 这样一个商业 古时候的商业区 对 那边感觉很多的商家 所以如果是真正像总监提到 那所以它比较像是因为它经历过不同的朝代转换 所以它有这些特色在它被登录为历史建筑 是 然后特别又是一个聚落 就是一个街道的聚落 所以其实它是在万华是很特别的一个场域这样 那我们以前都会什么读到什么 一幅二路三漫画 它跟以前的南部的历史街道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大家真的有去过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街景照片好了 讲了这么多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是不是像这样子 这样子大家应该有比较熟悉咯 对 就是现在至少看了以后 也到附近马上知道 因为它刚刚外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排楼错 就是两层楼以上的 然后你现在走到街区里面了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不一样 它有各个朝代的不同的红砖 那个砖就代表它建筑的形式跟建筑的材料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它很特别的在台北很少有这样子一个混搭 因为比如说我们去 好 我们去三峡 是 好 我们想象我们去了三峡老街 对 也是这样的红砖 对 但是三峡老街你会发现它都是端端正正 每一个街屋基本上它们就是在市区改正以后的 就是重新规划的 所以大家一样端正 但是剥皮雷我们刚刚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米克斯街道 就是这里是清代 这里是日本 然后那个三层楼它可能是战后的水泥 所以它代表的是更多元的建筑的混合 那也因此这样它在历史跟建筑的价值上是比较不一样 那可是我们有时候人会看 是不是去三峡比较端正 它就是一整个都一模一样漂亮 没有 我们这里就是有看起来普通的生活 也有比较华丽的生活 就是比较特别 所以那跟南部我刚刚讲到的像台南地区 或是江华地区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吗 对 我去想了一下这个说 到底有哪里是像或不像 比如说我觉得像这街道应该台南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刚刚一府二路三蒙甲万家之外 有一个四其实是讲月经也就是盐水 盐水老街跟我们有一点点像 它也还保留了一些清代的建筑在街道上 你说如果真的要讲一个比较像的话 可能会是月经 对对对 但是它的路比我们宽 我们的马路中间只有三公尺 但是那个月经港的路比较宽 但是它一样在这条街上有 可能有日本时代也有清代的 所以它其实也是比较多元的 好 我们这边有一支小小的短片 我们的这个剥皮聊的小影片 让大家看一下 刚刚看的是照片嘛 那动态又是长什么样子 你要看哪儿 如果没有任务 你们给你们看 多一点才能够 可以证明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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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你的转称 有点主题 有点主题 很多人 有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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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在看柏皮聊的那個粉絲團 我覺得你們的logo很可愛耶 就是那個是一個B嗎 其實它也是一個拱圈 就是你找在街區裡面的 我們所謂的棋樓 或是你看到那個棋樓下的電話卡 你會覺得它有拱圈 對 接著我就想要聊 因為我們到這個街區 其實網友 我們團友也不是網友 已經開始問了 我去過很多的一些老街區 或者是我去過柏皮聊很多次 我還是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做什麼 感覺就只是一個拍照的地方 那這邊有在做建築的導覽嗎 我們目前柏皮聊歷史街區 在假日其實有台北市文獻會的志工 他們有來駐點 所以也可以有文獻會的志工導覽 那我們其實整條柏皮聊 應該要講起來就是 現在分為東側跟西側一整個 那東側其實是由教育局的台北市香土教育中心 那西側是我們營運的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營運的 柏皮聊歷史街區 但是一整個其實是兩個單位 但是一整條都叫柏皮聊 喔 這麼特別是 如果要聽導覽 其實在東側的香土教育中心也有導覽 因為他們做的比較是一個教育 就是以小朋友的香土教育 在地的香土為主 那西側做的比較是藝文跟文化 然後所以這樣加起來剛剛好都有了 所以有學生的校外教學是到柏皮聊歷史街區 去了解這個當時候的一些狀況 歷史故事啊等等的 有非常的多 因為其實他就是可能先到東側去了解 整個台北市的發展史 然後柏皮聊整個大的發展史以後 然後那個導覽老師會帶過來說 一起參觀 因為你不能走到一半說 對不起這邊我不講 這邊不是 他都是 好 我們的團友說呢 總監的聲音好好聽 很會講故事 是 那他也有說去過柏皮聊看 美麗台灣3D的展 這是現在的展展覽嗎 這都是之前 因為柏皮聊比較特殊的是 我們那邊基本上 很多朋友去的時候會說 怎麼沒有任何的商業 不能在這邊喝咖啡 買東西 對不起 因為它就是一個文化政策的用地 所以我們那邊主要會有 文化藝文的各種的展覽 對 所以我們會非常多的這種 特別像比如說建築系的同學 他們會來挑戰這個空間 來做畢業展 挑戰這個 對 你如果去一個很 方方正正很好看的空間 就放上去 可是他們覺得在這種 歷史建築裡面 把他們的作品放上去 是不是可以挑戰 那比如說像台北文學記 他們也會來用柏皮聊 做台北文學的展覽 所以很多人是來這裡 辦藝文的展覽 然後如果真的想要去吃東西 我們外面什麼都有 整條東山水街 然後整個在地的味道 都在我們的旁邊 所以來這邊參觀 然後到外面的街區去走訪 會非常的剛好 對 這個是我們今天直播 最後面我最想問的 有一個什麼萬華一百兆 萬華假八八的一個活動 待會就來問到底有什麼美食 好 這邊也有人說 總監的口罩超可愛 好 總就不好意思囉 好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建築 但是柏皮聊裡面的路 有人說比較窄耶 然後比較難去觀看到屋子的全貌 那有推薦的參觀路線 或者是怎麼樣的參觀方式嗎 柏皮聊其實我們正常的時候 是兩邊都有入口 那現在其實是要走到小廣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在就有小廣場進服務中心 然後就是單一動線進去 所以目前只有一個動線 那柏皮聊為什麼說 你現在其實有時候看不太出來 因為你走在旗樓下 你看不到外面的那個牌樓 你要走到對面的街道 因為它本來其實這個地方 跟一般的老街很不一樣 然後就是它本來應該是 大家的建築是不是都是面對面 這邊跟這邊都一起做生意 大家都面對馬路 然後大家就走在中間 左看右看 但是柏皮聊它現在 你看它說是 它叫一個半邊的街道 其實它就是只有這邊 就是你的門對我的屁股 然後通通向前看 那個就是其實 本來它們也是面對面 但是因為街區改正以後 它把那個門開到另外一邊去了 大馬路在這一邊了 所以它的建築結構 也跟其他的單位很不一樣 說你去看其他老街不會 那跟建築改正的用意是 因為配合馬路上面動線嗎 就是在日治初期的時候 他們做了整個台灣的街區改正 所以其實就是以前可是沒有 現在我們去的大馬路的廣州街 康定路這些都沒有 但是它做出來以後 變成這一條本來的 三公尺的主要的 薄皮聊歷史街區 它就變成了一個改變 因為它本來都向中間 現在要大馬路 大馬路才是要做生意的地方 所以就會向外 所以這是它建築上很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時候就覺得 我走到裡面好像小小的三公尺 如果想要看外面的這些牌樓的美 你必須要走到對面的街道 然後從對面看過來 不然你抬頭什麼都看不到 好 這是個小撇步 你要拍的話 這樣全貌好像也比較好拍 對不對 是 好 再來去看展覽的時候 感覺在薄皮聊歷史社區裡面 沒有人潮 然後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宣傳的活動 或者是聯合同類型的展覽 來吸引人潮呢 我們其實在薄皮聊 我們也跟在地的很多 像是龍山文創基地 也就是龍山寺捷運站下面的V2 它有一個台北市文化局成立的 那個文創基地 然後也會跟附近的唐鋪 然後還有在東山水市場裡面 有個新富丁文化市場 其實我們會跟在地做很多的串聯 因為大家來VANGA 絕對不會只來薄皮聊 你一定是整個街區 你可能先從龍山寺去拜個拜 然後走到薄皮聊 走到旁邊新富丁 然後走遠一點到唐鋪 就是整個街區 所以我們做的一定是 整個街區的整合的推廣 有 聯合有做到了 只是我覺得剛剛這個團友提問的 人潮比較少 我覺得蠻大一個重點是因為 不能坐下來喝咖啡 對 它的商店如果少了 其實大家如果覺得 我想要去個地方看個展覽 坐下來吃吃喝喝 好像我覺得商業行為 還是帶動人潮的一種模式 但是因為是純展覽的欣賞 我覺得相對 其實會比較舒服啦 你看展覽的時候 如果人少一點也是蠻舒服的 對 因為它的設定上比較特別是 它是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暫時 現在還不能有那個商業進駐 所以我們做的一定是 就是目前都還是純文化跟教育的推廣 那所以其實你去薄皮聊 我們也會介紹很多 你既然在這邊吃不到 但是我們會介紹你去外面吃 對面有肉粥 然後旁邊有咖啡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是一個在地的 一個很好的平台說 你想喝咖啡 我們也會配合萬華老城咖啡香 可以幫大家介紹去哪裡 和在地的青年他們做的咖啡 是 那這樣其實是這個責任 就是我們把那個脈絡打開 你走完這裡 你在附近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感覺 是 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地方 因為經歷過了一段時間 所以建築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邊有兩張建築的照片 是那個丁阿咖 走在這個丁阿咖下面 哇 這真的拍得很有味道 這個感覺 好像可以穿一些特別的服飾嗎 這邊很受歡迎的 也很多人會穿著旗袍來 那其實丁阿咖 我們現在以為丁阿咖是一直都在的 事實上它是在日本時代 它有一個就是丁阿咖的建築的一個規範 所以台灣的日本人來到台灣後 發現台灣很特別是 第一很熱 夏天外面很熱 很會下雨 所以他們在建築上有規範 這丁阿咖讓做生意或是走路的人都很方便 所以當時候很多商家 它的丁阿咖是門打開 它東西可以擺出來丁阿咖 現在可能會被說路章 會被檢舉 可是以前其實它就是往前 然後所以每個人在丁阿咖下 你不用拿雨傘 你就可以購物 你可以去逛街 那對我們來講 現在的丁阿咖也是撥皮了一個非常美 不管是白天 尤其是它那個拱門的感覺 對 所以旗袍很多 你很適合穿著旗袍 但旗袍是我們去那邊租的還是要自備自己的 自備 然後其實現在也都租得到旗袍 那大家很多人會去試看看穿這樣子的衣服 或是比較典雅的衣服去那邊拍照 那也有很多是自己服裝科系 自己設計的衣服 它有就是非常跳tone的也很適合 Cosper也很好 就是一個新舊的融合 對 好 那在這裡我們除了這個丁阿咖它是一個特色 還有沒有什麼點是我們去這邊拍照 我們去這邊欣賞建築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留意一下的 除了丁阿咖是必備的 但是我們也建議就是剛剛從小廣場走進來以後 沿著那個整個街道 因為外面靠廣州街它是丁阿咖 可是一走進來那個是小小的三公尺的街道 那個街道如果你平常早一點去 沒有什麼人的時候 街道都是你的 所以你就會非常的氣魄 因為你後面有整個幾十間的那個建築 然後有紅磚牆都是你的 那這個的場域是一般你去老街 因為一般老街很寬 可是我們這是一個瘦瘦的 瘦瘦的街道 所以你會覺得你跟這個街道的感情很好 然後我們會建議在裡面的這個 三公尺的小街 173巷這個小街道裡面拍照 那再來就是到裡面它有很多的 像是有一些特別的柱子 圓柱 還有一些這種門窗 其實都可以襯托你 你來到了這裡走一圈 然後是只有這裡才有的 對 因為它很貼 它就是跟一般那種很商業化的空間不太一樣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小小的 很有家的味道的一個區域 好 有跟大家就說明囉 173巷 記得這個地方 已經有團友在問了 這個牌子是要介紹今天的特展嗎 好 既然團友先問 我們就先來回答好了 是 這個百年將星 其實我們在講百年兩個字 就是想到哇 Manga 就是一個台北最古老的一個區域 它其實是一個台北的 歷史跟文化的一個起點 我們應該說它是一個起點 不過就像我們剛剛在講那個 一戶二戶三萬家 這個三萬家就是排行很前面 那我們波皮爾歷史街區 自己有策劃一個長設展 就叫百年將星 那百年兩個字就是 這些店一定是百年的老店 哇 可能三代以上了 對 然後將星就是說 這些職人 他們從事這一行一代一代一代 阿公 爸爸到現在的第三代 或第四代的年輕人去接的時候 他們對於這些不管是料理或是公益 他們永遠投注同樣的這些心力 其實是一個職人的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百年將星裡面 我們就介紹了 這是一個延續性的展覽 去年我們有10家 今年會再加3家 那明年可能還會有 因為萬華的百年老店超多的 真的嗎 一直會變 10家聽起來已經是很不容易 然後還要再往上再加上去 對 所以就是今年我們會加了很多 像今年我們也特別 因為我們這個系列是請作家林立青 他去採訪撰稿 那今年像我們加了就是對面 其實剝皮條正對面有一間龍像號 他們就是我們的正門口的鄰居 他們也是百年老店 然後有很有名的龍都 冰果店 冰果店大家吃著吃著 並不知道你吃 然後大家就會趕快去搜尋 對 很厲害的冰果店 那我們其實像中秋節也剛剛過 所以我們裡面也介紹了像是台北糖 就是一個看起來你去日本會買的那種餅乾的皮 河果子嗎 它其實是比較像有包紅豆餡的那種脆脆的 最中 對 最中那樣子的餅 那其實他們都是在萬華超過100年的傳承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不是來剝皮條走一圈以後 你至少在13間你記得一間 好 你去了其中一間 那我們覺得這樣的介紹就夠了 因為不要太貪心說大家每個都介紹 我們現在記憶力都不太好 所以你只要想要我去龍都 然後我去對面龍城號吃個東西 然後或是我爸爸媽媽想要拜拜 所以我們就去買一個裡面介紹的香回家 然後也有旁邊有很多像是 有富山蒸籠 如果你家裡有需要 所以其實都代表就是 能夠在萬華這麼古老的地方 有一百年以上歷史傳承的 這樣的一個記憶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眼前這一碗冰 一百年前也有人坐在這裡吃冰 那感覺真的太不一樣了 而且他們真的很厲害 他們東西都是自己煮的 就是老闆很厲害 他們都有算 這個要煮多少的火候 然後那個有計時 那個其實考驗的是 老闆的那個厲害專業度 百年來不變 對 所以我們很建議大家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說看完這個百年降星 然後你就去外面走一圈 好 然後我當然也特別推薦 一定要去龍山寺 因為龍山寺 如果它是百年降星 又是乘以二的百年 就是它就是在地最 最就是所謂的萬華四大廟宇之中 我想大家都會去龍山寺 求個平安 所以這個展覽其實就是 我們幫大家整理好了 這邊有幾家 然後哪一些分類不一樣的百年的 不管是職人或者是這個美食 那其實不管你看到哪一家 就像我們剛剛昨天講的 至少去走一早 去一家也好 走一走其實你就是看了這個展覽了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蠻好的 對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們裡面不能營運不能商業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作為平台 介紹大家各種萬華的常識知識 然後你在那邊看了什麼 就是手牽著手 然後一直去吃冰 它的八寶冰也非常的厲害 通通自己做的料 所以這樣子就很特別 讓你覺得 剝皮寮就是前往Manga的第一站 OK 好 那這是現在正在展覽嗎 我們過往還有一些活動的照片 我們一一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以前 到底還有什麼樣有趣的事情 好 那這個是 好 那這個是 這期應該是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是我們自己辦 但是Manga最重要的 就是青山王祭 是 對 那去 應該今年是在11月底的時候 青山王初旬 那其實我們要講青山王初旬 我想今年 從去年開始到今年 其實瘟疫盛行 就是我們COVID-19 讓大家很焦慮 可是青山王初旬 其實他有 就是除惡 然後除疫 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其實會讓 就是很多年來 就是百年來 都讓在地的民眾覺得 王爺要出來 然後我們便宜 比較安心 所以今年 雖然我們還不知道 那個能夠群聚到哪個程度 但是我想 王爺其實是在地保佑 信仰其實是這個老城區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有不管是有觀音 有媽祖 有王爺 有什麼 他其實就是保佑我們 給我們一些平安 給我們一些支持的力量 是 所以剛剛那個算是 遶境一定會經過 我們歷史街區的一個路線嗎 是 然後每一年其實 青山王也都會有路線 其實到時候都有直播 然後你在路上只要打開 你就知道他走到哪裡 你就去追 所以會有人 我去不必聊歷史街去走 那個王爺經過 我們也趕快來追一下 有 我前兩年有一次是 就是還沒有準備好要去哪 我就是那天就要下班 然後就想 我今天要不要跟一下 然後就 就先隨便走 然後就看到在我前面 我就開始跟 那個其實很好發現 因為 那個場面之浩大 紳士 還有那些人潮 對 所以如果沒有跟過青山王也 就是繞境出巡這些 都建議把它排到你的行程 如果今年是 我們可以順利的群聚的話 其實真的信仰這些 你會發現在地的力量說 哇 那個王爺出來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陣頭 有這麼多的 大家是為了 就是相信這些神明 帶來的這些庇佑 那平常你也可以走到廟門口 就是合掌 然後祈求一下平安 所以我們其實覺得這些就是 在萬華最特別的一個是 它的廟宇 它的信仰 跟我們在地的生活 非常的密切的結合 而且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這邊的也蠻多外國人的 這就好像是認識台北的第一站 對 之前其實 一起之前的觀光 你其實在晚上 你會發現 哇龍山是晚上好多人 都是觀光客 然後裡面大家都在求平安 然後求各種的 然後從如果你生病想要求醫藥類的 然後是龍山寺裡面也是有月老的 對很多人 日本人 因為我在剝皮勞歷史街區的那個 YouTube頻道有看到 波波去哪裡這個主題 也有去拜月老 是 蠻可愛的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的話 我剛剛講到那個頻道呢 我們的團友也可以參考 來到這邊你可以去哪裡 好那另外其實還有一些活動 像是晨曦生活節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嗯 塵溪是用來稱呼這個地方嗎 其實我們 塵是塵是的塵啦 對 西邊的溪 對 其實就是簡單的講 叫台北塵的西邊 好 那應該是在講說 就是台北塵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就是講 簡單講叫做現在中正區好了 它比較是一個塵 塵中 那西門就是萬華這邊為它的西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這是塵溪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萬華區裡面呢 有包含三個地方 其實一個最萬華的北邊叫西門町 嗯 萬華的中間叫邦嘎 是 然後萬華的南邊叫嘎啦 嘎啦是 就是最南邊加納仔 嘎啦 這樣的三個區域 那所以我們就是 波疲勞歷史階 我們辦的活動 對 那因為我們在塵的西邊 也就是在台北的西邊 所以我們就是塵溪生活節 很特別 就是跟剛剛總監有聊到一個 就是我們私底下聊的那個 無圍欄的博物館嗎 對 其實台北市文化局 在最近幾年推了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政策 就是無圍牆博物館 因為以前你去博物館 你會說你要進去一間博物館 現在你去的時候是一區都是博物館 所以做的是一個整合 所以如果你來我們萬華蒙甲 這個五圍牆博物館 它裡面的館設就會從 最北邊會有西門紅樓 然後接那個 薄皮寮歷史街區龍山文創 然後那個台北市文獻館文獻會 然後還有那個堂鋪 所以其實就是告訴你是 你在這整合裡面 你絕對不只有文化館 你可能還可以有在地的 可能有其他的文化活動啊 所以希望大家來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一個串聯的方式去走讀 那其實這個地方呢 如果大家覺得眼熟的話 是因為它拍過了不少的電視劇 甚至是電影 因為電影的關係 有沒有讓這邊的人潮啊 或者是這邊整個感覺有比較 好像比較活潑 年輕人也願意來了 然後有帶動這邊的人流呢 其實對在地來講 其實最有名的電影當然就是VANGA 但是很多就是也在評論說 VANGA這部電影 它介紹的是VANGA的一個文化城 但是並不是全部 可是因為它太有名了 它太紅了 所以很多人會以為VANGA都是 很多的黑社會啊或是什麼 但是它是一個 我想就是一個文化脈絡裡面的一部分 但每一個電影它都不可能是全貌 所以它剛好這個電影介紹那個 那當時候也帶了很多人 非常多人來看所謂的VANGA 好 因為在那之前可能很多人 沒有來過VANGA 它可能最多到了VANGA的西門町 然後到龍山寺 他不知道要來幹嘛 所以在那個時候 剝皮寮歷史街區 開始比較被看到 然後整個VANGA的整個區域 它也慢慢的有更多的新的文化進來 所以我想影視的力量絕對是絕對的 這個是在我們街區的東側還是西側 它其實是在西側就是以廣場那個小廣場上 35 37 39就是廣場上的三間為一個拍攝的主要的點 然後其他當然就是萬華很多地區都有 那再來也有很多的單位會來借這邊 就是拍攝影片啊或是MV啊 這樣這些他們也會來借 所以有時候如果在電視裡面 大家去過一次下次看到萬一有一個MV 就欸 好面熟我好像去過了 就是這裡 駱皮聊天時間區 然後比如說有一些連續劇也會來這裡 好 那如果來到這邊 我是不是我需要去挑 我到底要哪一個月份來 這邊有沒有固定每一年會舉辦的活動呢 我們主要其實是有很多的展覽都會在這裡 但是比如說我們的晨熙的這個百年降星它是長設 所以你隨時來 我們只要開門都有 那四月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春天 我們會有波波夏樂慶 其實波波就是我們自己剝皮聊的那個暱稱叫波波 我覺得很可愛 波邊 對 波波波自己的夏天的就是春夏之季的這種春假期間的活動 是比較針對給孩子們 就是小朋友 那希望大家來街區 像去年辦的就是你來街區 可能有點像是尋寶啦 讓你在穿梭在這街區裡面 體驗不同的這種文化 那十一月的話就是晨熙生活節 那晨熙生活節也是要跟在地有關係 十一月嗎 十一月 今年應該是十一月十八號到十二月五號 喔 先預告囉 這個Facebook上面還沒有 對 而且因為今年其實我們要講的是市場 那萬華今年的市場在五月到八月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有名 因為大家在疫情期間會發現市場是 是不是有群聚 是不是有風險 比如說有環南市場 魚市場 果菜市場 都在周邊 對 這些台北市供給整個大台北區域最重要的 這些批發市場 這些市場通通 欸 為什麼都在萬華 到底裡面的人想跟我們說什麼 他們怎麼介紹他們每天工作的場域 那為什麼大的市場都在萬華 欸 這個其實我想可能沒有想過 對 就是總監這麼一說 對啊 怎麼會他們住在旁邊 都是鄰居欸 是 都真的住在鄰居 然後我們附近的東三水市場 然後執行市場 新富市場 它也是一個小型的市場 就是很在地的 所以我們希望從市場跟我們生活 來講成熙就是 欸 你來到了萬華 讓你知道市場跟我們的生活的關係 然後你也可以知道說 剝皮寮為什麼介紹這些市場 你可以從市場去看到整個台北的 這種脈絡的發展 因為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吃的那個豬肉 其實都從環南市場然後出去到你家 可能北投市場其實也來自萬華的產地 其實通通從這裡來的 所以今年的晨熙生活的主題 比較focus在人 市場這樣的主題 是 因為市場裡面的這些 從我們的生活文化裡面的寇景之外 它有很多的達人跟職人 好 比如說我們去買菜的時候 人家有時候跟你說為什麼要買這一 所以他會跟你說這個魚很厲害 怎樣怎樣怎樣 他可能40年來都賣魚 然後這些達人跟職人會跟你講 你怎麼去購買 然後你裡面介紹你看到那個 我們旁邊真的就是後一條街 就是東山水市場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好鄰居們 你走出去東山水應該買什麼 東山水市場也是一條 跟剝皮寮很像瘦瘦的一條 我們叫瘦瘦的市場 但是它隱藏非常多在地的這種美食 現在百年老店就數十家了 那動輒四五十年的一定也是不乏 非常非常的多在東山水裡面 你就可以買得到很特別的食物 超好吃的 所以真的我覺得就是說 作為一個在地的這樣剝皮寮 歷史街區這樣一個平台 當然就是讓大家來看以後 原來這些批發市場的故事 好然後這種一千灘的環南市場 你很難想像一千灘的環南市場 要在一個區域到底是什麼樣子 還真是沒有走進去過 好這個是大家可以來參加的活動 但現在有一個活動是 我們可以上傳照片 由大家自己去記錄下來 你所看到的街區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萬華一百照 是 照片的照 這個活動要怎麼參加呢 那有沒有限定時間 我是什麼時候拍下的都可以嗎 我們在我們的那個粉絲專頁上 有特別是希望大家 因為你來 現在因為有手機沒有人不拍照 好不要說那個 我們自己每天都很愛拍 自拍也是很重要的 那個街區感覺就超好拍 對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你不要只在我們那邊拍 你走出去的時候 萬華有非常多值得看到的 好你比如說你去青草巷 買一杯青草茶 然後你跟店家聊天一下 說你的青草茶 煮得好好喝 那那個是什麼草 這些的互動觀察跟 就是你去體驗 你通通都可以來 不一定要有那個 其實也可以以人為 就是相片裡面的主體是嗎 就是它沒有規範 一定要是建築物的照片 對對對 建築物是一種 但是你在地有很多不同 所以其實 但是我們有很多要求 你一定要記得hashtag我們啊 那個波皮老歷史街區啊 然後萬華一百照啊 然後有百年的這些 就是它有我記得是60年吧 是 這個如果記錯了 就是再回我們那個粉專上確認一下 就是有一定資格以上的老店 或是老場域這樣的一個 加分 對對對 因為我們希望這些老文化被看到 所以只要是在這一些 你知道萬華要找到這些很容易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會請大家到時候其實是 準備的都是那個在地美食 對那個萬華假八八 那個是如果你是有入選是嗎 照片被挑中了 你就可以享有這邊的美食招待 是而且都是非常在地 而且就是非常厲害一個set 那個我們在地店家都非常的豪邁 他們那個給的東西就是提出來的時候 哇 怎麼這麼豐富 對 現在聽著聽著是有點餓 那到底要吃什麼 其實你上一下我們的那個 薄皮寮歷史街區的官網 上面有活動辦法 然後他就會告訴你這個假八八 到底是要邀請你吃什麼 有哪些的商家 好 那如果你真的下次去 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你就依循這些商家 好 那最後我們想要請總監 就是跟大家說明 如果來到了這個地方 你希望大家帶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回憶 或是想法或是改觀呢 其實我希望大家來到薄皮寮歷史街區 你一定是來到這裡 你可以先讓自己先安靜 因為我們在外面實在太吵鬧了 我們把吵鬧留在街區外面 但是來到這裡就是把你的腳步更慢一點點 然後看著你去看一下這些紅磚 然後地上有各種比如有TR磚 然後有柱子 有各種的建築 然後在這邊記得 我覺得是拍一張照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說你來了 那我覺得這種介紹 把好的你美好的感受 分享給別人 我希望是大家來的時候 都記得這樣的一個傳播 然後下次有人看到你來過 你下次可以約你朋友來 因為換你是仕途老闆 那如果我自己想要約朋友去 然後我自己不會講 我不會介紹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參加導覽呢 我們網站上也都有導覽的訊息 然後如果你沒有約到達覽 沒有關係 我們現場 直接找總監 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都有QR Code 就是你只要一掃 馬上會有專人為你勞售給你聽 哇太好了 如果不會來你就 沒關係 我播給你聽 這樣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的輔助 就是你不用等待 你隨時只要一掃就有 這樣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邀請所有的團友們 來關注薄皮寮歷史街區 接下來的活動百年將星 以及剛剛我們的總監說溜嘴的 11月開始會有晨曦生活節 對嗎 是 好那這一切呢 在粉絲團都可以看得到 那希望未來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次邀請到總監來到我們這邊 跟我們宣傳新的活動 跟我們說明新的想法 謝謝總監 好歡迎大家來 掰掰 掰掰